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巧色巧妙的玉冠燕 翡翠觀音 對啊 看起來帶紫蘿蘭 落種 不錯喔 很漂亮 是 陳先生 你東西真的太多了 什麼樣子可以買這個 在最愛買的 這個大家都是客戶的 連台都在哪一個 是 現在我 我 東西我正面我正面吃的 吃的東西都給我來 也要補這個下去 因為我放的 我剛才說 以前的東西把它弄掉 把它穿得高一點 我剛才穿到人家在煮雞幫 拿下去 把它塑上去 是 就拿出來我刷 做一個台 如果把雞幫別人刷 拿到也會掉下去 是 把它塑下去 讓我刷下去 用螺絲把它塑下去 是 把你放下去 是 你看 都很有巧思 是 對不對 怕它會掉下去 對 很有巧思 是 不錯 像這個觀音 這是紫蘿蘭 這個就是 磁蓮觀音 對 磁蓮觀音 非常漂亮 對啊 而且也是巧色巧雕 你看它的臉 所以您說也是在上海發現的 對 這個不便宜 差不多 它會有那幾萬元 人迷幣 二十年前 差不多 好 我們也來評估一下 好不好 來 好 再分析 今天價 六萬元 夠彈 你看 這個 這個觀音是雕的 它是有點比較符合 它自己的原來的材料 比如說它的背雲 照說這個背雲要高一點 對不對 它在頭的後面 可是它放在頭的下面 對啦 這個原因就是因為這條材料 這條材料沒有材料 對啦 這個材料就是這樣 沒有材料到點了 是 還是有一點 還是有一點這個不足之處 不過很漂亮 而且是真的翡翠 有沒有藍 是說什麼 有沒有藍色 當然 沒有 就天然的 所以是天然的 你看看 是 很漂亮的 所以你看看 陳先生的東西都是好東西 下一件東西也很厲害 我們來看一下 來 請教 很期待 很期待 來 你看我說 下一件寶貝很厲害對不對 我覺得看起來是有一點 但是另一方面來講 也是栩栩如生 不管是從面上 看起來讓人也很害怕對不對 線條 對 它刺了一個 您說是妖怪是不是 對 來 說說這什麼 因為是一個是 我們蓮花針大師的化身 蓮花針化身它一個 畫八個 它是像在尼伯堯那邊 碰到了好像說有某一個地方 大概三年沒有下雨 是 好 三年沒有下雨 而且又有瘟 又有瘟疫 大家就拍檳 然後拍檳檔就瘦了 他才化身這個 不威金鋼 不威金鋼 他才下來 解決這些事情 最後這三個要求 抓來就是 你叫 往前拍去刺掉 拍攝就對了 它本身是座的 這隻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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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床頭看有 是… 但是看這就是一樣的意思 是 對 一樣 這就是它的化身而已 是它的化身 那就是 你看 全手觀音 是… 哪有全手 一整隻手會重大 對 它是說 剛才有一個很幼稚的小孩 剛才沒有老婆 找到一位阿嬤家 阿嬤都擺盤擺盤 擺盤 這個小孩在那裡 那裡 這個觀音鋼 會發生一個阿嬤 珍珠 對 都可以化身 來天影給牠吃 是… 不太會怕到 你是在哪邊發現這個物件 這個… 例如在… 我去… 因為我以前在那邊 在青海那邊 有幾個朋友 對… 跟牠們上去 跟牠們上去 上去 我說要買東西 像我堂卡 都在那邊買 都在那邊買 因為我說 主要你 貴的東西 對 東西一定貴得好 對不對 對 好的東西 就拿來的 是不是 另外我就不大知道 我就喜歡 好像在我家裡 在那邊 燈炸下去 看得滿舒服的 你覺得滿舒服的 對 我家裡 比我高的 都這樣… 更… 更那個… 面目更猙獰 更凶 對… 所以你覺得這個算是 比較舒服的款式 對… 這個真的很舒服的 其實這個… 其實就是緣分 你知道嗎 大部分的人 沒辦法接受 會怕啊 對不對 我會有點怕 西藏密宗 對 西藏密宗 他講的 就是小聖佛法 小聖佛法 就是修自己 你在做這個 密宗的修煉的時候 就是修自己的時候 你可能需要一些 咒語啦 法器啦 對… 這個… 道具就對了 你必須要有些 慣想啦 所以這些東西 可能就是很神秘的東西 而且都是口耳相傳 基本上比如說… 比如說那個 大寶法王給你灌頂 他嘴巴唸的 他沒有任何文字告訴你 他唸了些什麼東西 對 其實部位金剛也好 大威德金剛也好 是文殊菩薩的化身 文殊菩薩呢 他在密宗裡面 密宗裡面 他有三十二項 這三十二項裡面有一項 就是 憤怒金剛 對 憤怒項 對 那為什麼是憤怒項 憤怒不是因為 你欺負我憤怒 憤怒的 它是一種法項 也就是說 他必須要很… 把他的那個威力 把它散發出來 是 去鎮壓一些邪魔外道 這個是… 這個是這個 逆宗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一環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大威德金剛 頭上戴的是五骷髏罐 五骷髏罐是這個 所謂憤怒相的一種法相 戴的代表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 代表人最後是一具臭皮囊 終究美女長得再漂亮 最後也是一個骷髏 一個男的再有錢 最後也剩了一具骷髏 是… 戴的五骷髏罐的意思就是 你一定要想通 你要想通 一切是空的 那另外呢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她那個…她的坐騎呢 是一隻老虎 然後呢 她下面壓了一個女生 女生喔 她是一位魔女 她是一位魔女 這位魔女喔 這位魔女是什麼 閻羅化身 閻羅化身 就是說這個… 她在… 蓮花身大師 從尼泊爾進西藏的時候 這個中途遇到炎魔女 來怎麼樣 來恐嚇她 因為她知道 蓮花身要進西藏 傳播佛法 她就… 就阻止她 阻止她 所以說呢 她就顯大威德金剛憤怒相 然後呢 就壓制了這個魔女 這個就是 這個是一種慣想 如果我是一個密宗佛教徒 我在行這個所謂 大威德金剛法相的 咒語的時候 我就要去慣想 它情緒上是這樣的 當然因為我們不是密宗的佛教徒 所以我們想不出來是怎麼回事 像那個陳大哥 家裡面很多 我就很佩服 為什麼 因為一般人不能接受 因為你每天看的時候 好恐怖喔 就想 我們看很恐怖 他覺得這已經是 這裡面最舒服的 看了就覺得很舒服 這就是… 這就是緣分 投緣與否 對啊 這個就是緣分 因為譬如說 在陳大哥來講 是一種美 那在我的想法之後 它是一種佛法 我們要敬畏 那有的人 在他看起來說 這個… 這個好像是妖怪 給他錢他都不要 不要說送給他了 所以我們要從這個講 就是說 也許您這個 您前世或者今生 您對佛法是有怎麼樣 有慧根 有喔 你才能夠得到 因為像這個東西 最少最少 都是三四百年以上的東西 這種東西 它從青海 因為青海它也是 密宗佛教的一個地方 從青海輾轉到你的手上 然後被你收到台灣來 放在自己的客廳 而且是很喜歡的 你想想看 這個緣分 你看有多深 對啦… 好幾個關卡 才到我家裡 長多少年了 是… 這個都很久 非常久 這個… 三四十 超十八年以上 十八年以上 二十年了 好 多少 因為我人在上海跟他講 他東西到我家 再來給你看 我問家裡說有沒有收好 有就算了 就覺得這樣 好 不免俗還是要問一下 那時候入手架是 那時候沒有多少錢 那時候差不多 差不多 也差不多台幣 差不多 還算是六七萬而已 就沒有多少錢 好 因為那個時候比較多 比較多就是說 西藏密宗的文物 因為文化大革命的狀況 全部都留到外面 因為你不留到外面 大概你只能埋在土裡 我講一句 但是現在… 現在 我到廣州 也有很多人在住 但是他們現在做的 像這個 中間這裡有一條 巴黎 巴黎就是那個 好起來 漢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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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東西是 手勾… 這樣浮出來的 是… 所以老闆說 這裡有一段時間了 看起來 可以看這邊就可以看得出來 來見個價好不好 好 來 來 請 先見價 恭喜陳先生 這樣… 好 這樣 如果要吃到賣 我以前就有兩十萬了 不是 我跟你說 好東西 對 你不敢 不是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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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 我剛說賣六萬 自己吃五萬 如果要賣六萬 賺六萬 賺六萬 陳大哥 你要知道 如果是專門在收藏 沒有賣 逆蹤的 大概這個東西的價格 可能要好幾倍 還要高 好幾倍 對啊 因為很難得 我是說的人 有人來問我要吃五萬 你看 好像都買多少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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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拿多少 這樣吃 所以他會說我裡面的東西 我自己買的東西 總共有五百萬 他還說 都來 都來 一百萬 我說我不會賣 我說你回去我不會賣 你還來裡面 給你看看我給你看 是